NEO 了世紀,今天都不新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不列典人對上勃勃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三點位 八點鐘方向的Hero 選擇的文明是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的特色呢 是牠吃、迷羊這種馴服的動物 速度很快 所以不列典人前期很適合打肉 或是棒棒開局 那不列典人牠也是射程 工兵射程最遠的文明 所以你只要出長工兵呢 點完全部的科技喔 可以高達12點射程喔,非常的遠 那不列典人呢 牠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配步兵的路線 騎兵路線稍微弱了一些 沒有品種、沒有遊俠、也沒有大落馬 但是有三級馬鎧 反制對方的戰毛兵的時候 還是可以用落馬盡情的反制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 介紹一下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 大約出生點位 兩點鐘方向 那波波倫的騎兵路線呢 是牠的折扣非常的多喔 而且駱駝只要點下金冠 馬格里布駱駝 就可以獲得自動回血的效果 這個能力 讓牠的駱駝工兵喔 也可以吃得到喔 那波波倫呢 牠的騎士跟肉馬還有駱駝 帶利用時代是八折優惠 那前期的部分呢 打駱駝也可以很好壓制馬國喔 那牠的駱駝工兵呢 跟蒙古突擊一樣喔 是非常難產的存在喔 那波波倫他的騎兵路線 是沒有大槍兵的 所以稍微弱一點 但是有劍勇可以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牠有火槍 所以反制這些 步兵單位的時候 還可以進行成轉兵 而且後期還有火炮 工程工程師 而且森林路線 雖然沒有印刷技術 但是城堡時代 還是有救贖思想 可以稍微扛笑 但是最大的缺點是 牠沒有神聖思想 所以通常波波倫也不會用到 這個森旅喔 去反制對方的生頭戰術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 目前看起來 右邊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 比較尷尬的是 主金在前面 還有福金在前面 那如果真的主金 守不住的話 可以考慮到後面 開始挖礦喔 那如果要挖礦的話 這邊的維加 也是很難維喔 所以這張地圖 對於MIPER來說 很痛苦喔 但是MIPER 通常帶啊 天梯是不太會維加的 所以呢 可能也沒差 反正我就不維 打強軍C點 讓對方過不來家裡就好 那而HERA則是繼承了 以前 VIPER喜歡打防守反擊的特性喔 現在每一場 都圍爆喔 可能不維加 對他來說 已經不是那麼的習慣了 所以現在HERA打的是 非常非常的穩健的喔 那麼來看一下他的地圖喔 他地圖方面呢 看起來也是兩塊黃金 在前面喔 這裡有一塊主金喔 位置方面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黃金的話 應該是能守得住 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裡圍一下 把這個洞堵起來 這裡圍好 如果HERA的話 應該會這樣子圍喔 不管怎麼說 要圍的話還是很大的範圍喔 小圍的話也圍不起來 所以他只有大圍這個選項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欸 VIPER偷打一下人家的洛瑪 HERA第一時間有反擊回去 好 這時候HERA已經 被偵察到 VIPER這麼早出來偵察 是要打洛瑪的關係嗎 還是要打其他戰術呢 現在不得而知 這邊差一點被關起來 踩在這裡 走洛瑪開局 OK 不列典走洛瑪開 相當適合 VIPER這邊也是走洛瑪 沒有問題 好 果不其然 VIPER沒有打算要圍的意思 但是HERA這邊呢 HERA這邊的話 至少要稍微圍一下喔 好 這裡祖金也是在前面 好 兩邊前面都是打了一個 正常的洛瑪開局 好 看一下HERA的視野 這邊要圍的話 還是要小圍TC連防呢 這邊稍微圍一下 好 直接手圍好這個地方就好 好 VIPER這邊 也有稍微圍一下 又方子稍微圍 但是木牆一個都還沒有開始拉 但是HERA這一把也沒有挖 喔 直接硬吃 HERA的一村 HERA這邊也是沒有圍家喔 但是兩邊都是同樣的開局方式 槍兵戳不到 這邊就是很考驗控洛瑪的技術 好 這一波兩邊互打 稍微圍一下 洛瑪被打到有點殘血 就去追 好 現在城堡時代 還有一段時間才能上 前期的部分應該就是洛瑪小打小鬧 那HERA這裡是沒有打算要轉 轉工兵嗎 欸 就去打洛瑪 這就神奇了 因為不列電的洛瑪 是非常弱的 甚至沒有品種 封建時代 往往打不拆出太大的優勢 一定要透過轉兵喔 才會獲取更大的優勢來 不然差一個品種 就差了天差地遠 這個強度 好 這裡要硬吃囉 硬吃槍兵 好 吃掉走人 洛瑪跟槍兵本來想要回頭 這裡村民被趕跑 OK 再逼走 好 這裡就去逼 那HERA這一波現在已經 陷入了烈士了 不是這麼的有優勢的情況 因為烈士的情況的話 他就會很難打 而且也沒有品種 可以去做一個反擊 但是HERA現在還是選擇用洛瑪給壓力 唉唷 這邊稍微圍一下 好 再滴掉 槍兵再過來 搓到一槍 算了 好 但這邊槍兵好像也搓到 VIPER的肉馬 VIPER這邊就要考慮 要不要去點品種喔 那如果點品種的話 這一波肉馬 就可以打軍師一點 但是如果打品種的話 一攻也要點 兵工場也要下 甚至城堡時代也會更遠一點喔 邊邊一攻也是150肉 這個也會更難受一些 開始先點城堡 再點品種 再打一波 這也是VIPER的一個 唉唷 真的點一攻了 那品種已經是要點了吧 你要點一攻的話 品種通常也會一起點下去的喔 品種要點嗎 我們來看一下 VIPER有沒有打算要點品種 這個時間還可以再考慮一下 這裡要直接硬吃嗎 被插戳到了兩槍 有點虧 VIPER看來是要先點城堡 再點品種的路線喔 好 沒有打算要打 好先點城堡時代 HERA這邊也點下城堡時代 以及農田也補下了啊 好這一波可能會打起來 但是現在VIPER有一攻 直接砍包對方的肉馬沒有問題 後面有槍面直接戳了上來 但是VIPER還是被戳到了一槍 第二槍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OK這一波交換 HERA其實也不上虧 好品種喔 趕快補 那現在VIPER要思考是 到了城堡時代 要挖石頭嗎 還是不挖 那對於打工兵路線的不列顛來說的話 打駱駝工兵其實是很劣勢的一個開局喔 因為人家不工兵成型速度夠快 駱駝工兵成型速度慢 跟蒙古土奇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 這邊不打駱駝工兵可能是件好事 那如果不打駱駝工兵的話 伯伯仁還有另一個選項喔 就是走標槍騎兵 那伯伯仁有個特殊單位喔 叫做標槍騎兵射箭場單位喔 但是這邊似乎沒有打算要走 標槍騎兵 而是直接走駱駝路線喔 好這邊看起來村民直接手撕肉馬 好趕快補一個城鎮中心 殘血的村民被收下 好敲好這個馬舅 好 HERA這邊直上槍兵 看到你雙馬舅 那HERA只是 轉槍兵 VIPER則是走馬舅路線 好3TC順利開下 不列電的城鎮中心 木頭的造價很便宜喔 只要半價而已 大概130多木頭 就可以蓋城鎮中心 看一個麻木場價格差不多了 好那現在HERA墊下了騎士 稍微前壓 但是這邊騎士好像要打贏駱駝了 哇贏一刀 好殘血的拉回家吧 好這邊遇到槍兵護撞 好駱駝現在 唉唷 這邊直接控住了這個城鎮中心 VIPER這一波有點賺喔 只要能控到城鎮中心的發展 這個節奏就會很好 好HERA這邊很早就補下了很多農田 那現在 二級伐木似乎點不下 點不下 好HERA這邊可能要再多撒一點田 二級伐木槽有機會 結果這是什麼 VIPER直接前置學二道鎮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這一波是要打個生頭壓制了 好那這邊就要來操作 誰的生女跟這個肉馬 控制得最好 好啊 那不利店這邊可能要被破硬戰點肉馬了 好開始在補肉馬了 OK 肉馬砍快出 清奇兵大會要找個機會點 生女招翔 想要把村民給招翔走 等後面的駱駝過來 想要處理 結果駱駝被招掉 好直接硬招 再把自己的駱駝給招回來 再招先招肉馬 肉馬有機會招了回來 還是要招後面駱駝 招駱駝 漂亮駱駝再招了回來 村民沒有來得及回來 來蓋工程器製造所 槍兵走得過來 好再來再來 再被這個 這個生女可能要被擊殺了 欸 騎士拉過來 來得及 尾媽硬尻 蓋不完 尾 漂亮 再尾 嗚 wiper這個手術 太秀了太秀了 好但是生女兩隻直接倒地 但是至少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蓋好了 好 趕快按奴炮 現在奴炮打這些步兵 很好用 有免費的彈道學 但是要先點彈道學才會有這個效果 奴炮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能夠獲得更多的優勢嗎 好伯伯人 viper 驗下了二級農田 整體看起來 viper算是走了一個很正常的路線 沒有太奇怪的東西 這邊多線 抓到村民了 但viper有點跟蹤技術嗎 沒點 所以對村民稍微慢了一些 後面的清奇兵過來 直接一刀砍死 hera現在 有點尷尬 這裡一個BBQ 直接撿了很多村 hera看起來不為佳 好像還是有點難打viper的多線進攻 哇這把viper 直接抓掉了hera很多村民耶 ok 這一波 補換槍兵 探索措死這隻騎士 探索得來回家 viper這一波 已經打出越來越多的優勢了 70村打61村 但hera是4TC 然後村民應該可以補得很快 還是要再補一個新的城鎮中心呢 補在這個後面的區域 或是前面的城鎮中心 我想看起來 viper 應該是非常的順利喔 前期這邊打得很好 經濟現在也是領先 2000左右的資源 好這裡再衝了過來 抓掉生鋁 漂亮 好本來想再抓 但是沒機會 好生鋁再拉了生物回來 來 那現在一擊挖死挖金 也點下了 OK 那hera現在 臭米繼續按 點下了生鋁 再補個幾隻 miper又來壓寶了 但這個壓寶壓得很保守 不是壓在了非常前面的位置 而是先把這個附近給控住 好在這邊壓寶時間點有點微妙 這裡也不能升城堡 在hera視野裡 看起來就是 哇靠 miper已經要來了嗎 趕快 皮跟寶 難道他點城堡 點帝王時代了嗎 其實還是給我們點不下的 這麼多的騎士 要升級很困難的喔 好 但hera這邊也是補下了 這裏的城堡 那這邊 看到弱頭弓兵 應該會轉 長弓兵喔 所以如果要轉長弓兵的話 優勢就會比較大一些 miper走弱頭弓兵 似乎不是一件好事喔 好 但是miper應該是要繼續走弱攻 那長弓這邊 等等才能按 現在 有點缺資源 弱頭弓兵過來直接點 沒有點掉生鋁 好 繼續給壓力 前面的弱馬 槍兵戳到了很多傷害 好 點一下的地獄時代 長弓兵 要趕快按了 再不按的話 弱頭弓兵 要開始 發威了 好 長弓趕快按 那miper這邊要怎麼打長弓呢 對方有槍兵配長弓的話 騎士正面一推壓力很大 那如果槍兵配長弓的話 又可以轉 標槍騎兵 所以這個就是波波人最麻煩的地方 比這個 蒙古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他的戰毛系列是有騎馬版本 甚至不用點下戰毛兵的升級 就可以使用標槍騎兵喔 整體來說 miper的 反擊路線更加順暢 更有壓制力喔 那hera這邊就只有唯一的優點 射程優勢 去反抗這些單位啦 這裡補了一些射箭場 沒意外的話是要走標槍 騎兵了 看到血點了 出了四隻駱駝鋒兵 讓hera認為 我要走的就是駱駝鋒兵 沒有其他選項了 結果這個戳到一槍 小賺 那hera現在長弓出來 也只能走步兵 這個槍兵配長弓路線 這邊又換了幾隻槍兵 長弓走過來 拇指環也點下了 補了爹跟城堡 好 miper這邊 駱駝 供兵有在繼續按嗎 好 轉巨頭 這間長補到了四個 這裡要先趕快點三級射 三級的弓兵鎧甲 可是也會點下 但也要先點這個化學才行 化學待會先補 OK 沒問題 三級的弓兵鎧也要先下 因為待會要轉標槍騎兵 沒有三級鎧的話 這個標槍騎兵的影響力 就會有點薄弱了 所以hera這邊 待會要反制 標槍騎兵就會很頭疼 長弓數量不夠多 是沒有辦法射穿的 長弓數量一定要去起來 但是問題是 長弓數量現在會被巨型投石機的產能 給壓制住 那通常 普列顛在遇到這種 帝王速上去巨頭護臼的情況 要趕快去點下戰狼號才行 那戰狼號則是要 800木頭跟400黃金 這個時間點壓力實在是太大 有點點不太出來 而且待會要面臨的是 標槍騎兵的壓制 標槍騎兵來了 MIP3級的 攻兵鎧甲還沒有點 好巨型投石機 手撕 成功 標槍騎兵 坦度很夠 還沒有3級的攻兵鎧甲 就這麼硬了 好按了一台衝車 想要去突破 巨型投石機的防線 好點下了3級的攻兵鎧甲 有了 金瑞標槍騎兵也點下了 這個駱鎧甲兵這個多線一直在打 好麻煩 標槍騎兵一吃長弓傷害 換了一隻長弓 哇 標槍騎兵現在有點麻煩了喔 HERA現在出了這個長弓被槍兵 是很難打得贏標槍騎兵的 那要怎麼打贏標槍騎兵 這個方法就是直接轉出戰毛兵對丟 不然就是自己要轉騎兵路線了 轉騎士 但轉騎士對HERA來說 投資報酬率其實是有點低的 你投資了騎兵科技 就只是為了要打這個標槍騎兵 其實不太划算了 那最好的辦法 就是多出一點長弓 不然就是補射箭場 轉這個戰毛兵 互丟 可以考慮了 現在HERA點出了 護兵的鎧甲 好 直接硬吃 那雖然這裡也有可能 可以轉 劍兵勇士 但我覺得這個機率實在是太低了 所以這個可能性 先不會納入考量裡面 這邊直接抓掉剩下的長弓兵 巨頭直接砸 標槍騎兵 漂亮了 好槍兵繼續出 但只出槍兵的話真的擋不住 那不列兵的步兵的話是有軟甲的 所以如果要走 雙手劍兵是可以考慮的 哇這個標槍騎兵直接控死了 怎麼辦 攻擊力是8點的喔 傷害跟電容戰馬沒什麼兩樣 巨頭開砸 哇這個標槍擠到頭破血流 沒有辦法 不列兵遇到伯伯仁 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炸裂 所以說 HERA這把文明真的是有點被克制住了 好 HERA現在 要轉的話 還是要考慮走 重洗奴炮呢 反正現在奴炮也有彈道全效果 有沒有考慮呢 重洗奴炮點完的話 標槍騎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確實可以想一下喔 但是缺點會犧牲掉更多的機動性 好那現在左邊的城堡已經拿下了一動 Wipe在這邊打得很開心 但沒有看到左邊的城堡已經少了一動 一堆標槍騎兵的關係 現在巨型頭C有點打不太動 28隻標槍騎兵喔 好 跟蹤技術終於補下了 HERA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想用槍兵以拖待變 好 MIPER點下了火炮 火炮加標槍騎兵 待會MIPER 繼續轉騎士喔 我覺得問題也不是太大 重點是現在火炮一出來 巨型頭C的壓制能力 就會稍微差了一些 遠MIPER的火炮還是擁有 主動權的機動優勢在 好 HERA這邊三級步兵鎧甲點完了 三攻待會要點 長弓兵的部分蓄不起來 只能用槍兵稍微守一下 用巨頭去拖時間 好 現在四台巨頭架起來了 高打低工程 哇 城堡直接半條 這就是高打低的巨型拖實機的傷害 哇靠 兩發 就搞定了 這跟城堡 這就是工程工程師的威力嗎 好 VIPER這邊 溜了槍兵 把所有的槍兵 溜掉 現在 VIPER 一面高打87% 不能再多 HERA現在 點下了二級 農田 三攻 二級伐木 忘了點是不是 二級伐木怎麼沒有點呢 HERA的經濟有點炸烈 資源已經劣勢到了 快要5000資源 好 右邊的巨型投資機想要反制 火炮 但是火炮直接扭了一個腰 欸 沒打到 好 再來開個炮 殘血 再抬一炮 收掉巨頭全收 現在四台巨頭 繼續攻城 好 槍兵一戳 但是HERA已經有點 扛不太住了 這些巨型投資機的攻勢 城堡只要一被拆光 自己就沒有巨型投資機 可以用了 甚至也沒有長攻 VIPER這邊的目標很明確 我不一定要把你的村民全部抓掉 但是把你的城堡全拆了 那我的優勢 將會無比的巨大 怎麼輸 就可以講這句話了 怎麼輸 好 VIPER這邊資源量 已經來到了5000多資源 重裝騎士已經登場 而且還是八者的重裝騎士啊 相當省 好 一隻騎士只要60幾塊 黃金 好 相當便宜 好 60塊而已吧 印象中 60塊錢的騎士 好 這裡點下了 馬格里布 駱駝 自動回血 難道 這邊要轉駱駝嗎 不太可能吧 VIPER沒有馬 這邊應該是要走 駱駝駝兵 去反制 現在長弓事量太少 我們不用害怕 所以直接走 弱弓也ok 反正黃金多 該點的科技就點一點 現在就是垃圾時間了 HERA現在完全沒有辦法能抵抗 能打 標槍騎兵的東西 就只有長弓 結果長弓直接被打了一炮 酷了 這一炮下去 剩下四隻長弓 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標槍騎兵 真的太狠了 完全屌康 烏烈點 火火人這邊 好 直接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VIPER 拿下比賽勝利 哇 真的是 兩兵都不違家的時候 VIPER不一定會輸啊 HERA之前會贏 真的都是因為銅牆疊 各種為好為滿 但是遇到這種開放式的地圖 然後又不違家的情況下 VIPER還真的是有點機會 好 但是我覺得這把最大因素 還是因為HERA選擇到了不列顛 打波波人 這個真的是有點難打的一個組合 好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VIPER支援圈贏 贏了1V1的支援 哇這個支援量太可怕了 黃金真的贏了5000 還擁有私生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